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我们总招 副总招 还有各位专家大家午安 下面呢 我这个题目好像念起来也是很拗口比较长 早上听了我们郭教授跟陈教授的那个题目呢 是NCD的部分 其实前面有谈到说用死亡率或者是整个国际比较呢 在看台湾的一些该做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在预防 我这个题目呢其实如果要大家了解 大家就缩小到心血管疾病跟脑血管 也就是我常讲的AMI就是心肌梗塞跟Stroke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题目 其实单纯前面的报告说是死亡率很重要 但是我们光看呢 我前几次的报告有提到说 民国84年的时候 我们十万分之这个以死亡率 标准化死亡率的Stroke是79 到108年它掉到26.7 所以从高的掉到很低了 可是心肌梗塞呢 那个HART的部分呢 64.7掉到43.6 所以本来是一个比较高的 掉的反而更低了 可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呢 是Stroke这个东西 产生后面你需要照一些这个照顾 或者其他的衍生出来的问题 所以比单纯论死亡这个数字的代表性呢 可能更值得大家思考 也就是出来一个叫不健康平均余移民 那不健康平均余移民到底怎么比较 那就很多的指标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些专家呢 就这个题目呢来做一些探讨 那另外呢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预防 这个大家想的都是一样 所以我找来的一些专家呢 包括我过去研究所老师 王仁德教授 他后面一大段时间呢是在做 所谓Disease Burden Global Burden的一些问题 那杨敏金教授呢 他大概也承接过102年 国建署委托的一些研究计划 重点是放在这里 所以其实我们政府很多行政部门 都做过很多的事情 那其他的部分呢 大概我找的是 审经课跟心脏课的意思 我这本到现在呢 累计出来的结果 据统计啊 已经400页了 400页呢 我要花很多的精神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名词统一 光一个打理呢 可能两位老师的中文翻译名词就不一样 所以可能要花一段时间 去把这些东西再做细部的调整 那这本书其实我觉得 是可以代表三个层次的人去看 或者去稍微认识 第一个就是 我们主要的目的论坛 就是希望公部门的人 是不是对我们关心的议题 是不是有一些参考 当然论坛我不能够说 完全从一个study的方式去进行 我一定是整理过去的一些资料 然后演呈出对问题解决以后的 一些方向的建言 第二个呢 就是让临床的医师去看 你救助病人之后 你要想到的问题是什么 不是只有这个病治完就算了 可能他你治完了病人之后 还会面临哪一些问题 也让临床科的医师可以来对话 包括心脏科 包括神经科 第三个 我是觉得这本书也许出来以后 一般民众也可以看 刚刚前面好像有提到说 这个王一伟教授讲的 不是只有对公部门的人 可能是对私部门的人 好 那 这个是整个chapter一共有八章 第八章的部分呢 我也谢谢长照司跟HTA 也是我们副总教给我建议说 应该找HTA来帮忙 跑一些你关心的资料 跑出来的资料呢 我现在不敢把它完全放到 这个所有前面七章里去应用 为什么 资料跑完 待会就可以讨论 或者是我们今天请来的 健保署的专委 可以给我们一些 大家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这本 这个大概主要的一些 资料是说 第一个 什么叫不健康平均于命 所以请王教授 就一些疾病负荷论量 自己所到杨明先生教授所 所接的报告里面去厘 去厘 你不能单纯用不健康平均 而是他带来的疾病的负担 或者是他一些指标性的一个介绍 那另外呢 心脏病 大概请了几位医师写 那 最主要呢 脑中风看起来只有一个chapter 可是他写的最长 我这个题目出来最高兴的是神经科医师 他从来没人关心我们 让我们知道有机会有个舞台给我把 该讲的话来讲清楚 那我自己呢 是负责这个chapter 也是按照呢 我们最早 开始规划的一些报告呢 去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这个是王教授的一些部分 都是大概讲答理 然后他应该 为政者应该怎么去考虑一些 所谓治疗的成本 或者是 这个人 以后可能产生终身负担的一些概念 就是在chapter 1 那是他的部分 那 杨教授 杨明清教授呢 其实在102年 他就 已经接受国健署的一个计划 很完整的去呈现 有关心血管疾病 但他把心血管疾病呢 放在 把stroke跟heart的部分呢 放在一起 所以他最后出来 大概都是以 所谓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 但他的表里面 我今天是没有特别出来 但是我整理在这边 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如果以每万人为分母的 这个 人年损失 生命损失人年呢 如果以死亡去计算呢 stroke呢 是116.35 如果 就是total的 男女一起是91 这个是stroke的 但是heart的部分呢 是71 所以显示什么意思 以stroke的 可能人年的损失 会比心脏的严重 第二个 如果是以失能来看的话呢 我们用 这个stroke呢 是每万人 year loss呢 是16 但是呢 heart的部分是12 所以这个大概跟我原来 想要做这个题目的时候的 初次的一些判断 大概就是 stroke带来的问题 会比较多 是认为我们 大家要去关心的 那这个中论呢 是我等于到我最早开始的时候 如果听过前两次报告 我的一些重点呢 把它完全整理成一个chapter 是中论 所以中论里面大概谈到 国际比较相关的一些 刚刚讲的一些数据引用 如果没时间看 就看这一张 有时间看了 就看其他张的跟后面的再接起来 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比较这两个疾病 最重要的是三段五疾 第一段的时候其实都一样 当然我没有把抽烟这个部分 文中一定会把抽烟放 那个激烟放进去 我这边就不特别想 但是说可能多一个心房战动 第二段的时候呢 心肌梗塞的部分呢 心脏部分 很多的仪器设备 可以去检测 可是在脑中风的部分呢 大概就只有一个 颈动脉的超烟波 刚刚中间休息的时候 接到工研院的 那个复刻中间直接来说 他妈妈现在被检查 颈动脉有多少部分阻塞 我说你要小心中风 他说已经先中风一点点了 所以类似只有这个东西 其他没有 所以如果往后看要发展 其实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到第三段了呢 过去当卫生局长的时候 这个协助高雄榮总呢 做十二岛层性电图无线传输 提升急救的一个机会 让新导管是提早准备 救助了很多人 但是在脑的部分呢 没有 这个是大概 初步的一个比较 一个简单的表 就可以出来看到 所以呢 我们把心脏病的部分呢 请心脏科的医师呢 去整理出来 大概一些从流行病学的资料 到申请率到死亡率 然后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整个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数字多 我就没用表来列 但是最主要是 提升民众对心肌梗塞的认识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血压 或者家里人送到医院去 我前面也讲过 心脏病如果发现得早 你放个支架 火蹦乱跳 十几二十年都可以 可是如果来不及救 忽然间 就发现他走了 好像偶偶难一样 但是呢 实际上心脏病的一个救助 在整个的 这个急救系统上 就高雄荣总的黄伟村 医师呢 从美国回来以后 那些几乎全台湾的消防车上 救护车上 大概都有类似的设备了 已经普及化了 所以这份的救治呢 其实是故意让心脏科 能够做的事情 在书中呈现 然后让脑神经外科的部分呢 脑神经内科的部分 去做一个对比 到底我们现在缺的是哪一些部分 大概是整个的一个 撰写的架构是类似的 所以呢 从这个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是新 新防栈栋 那由心脏科医师的角度呢 他去看一些资料 说目前大概台湾的盛行率 跟其他国家的比较 患病的人口大概多少人 那会发生中风的一些 机会有多少 大概死亡率是多少 中风大概多少倍 所以这个大概很清楚 那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 那台湾AF到底治疗状况 是怎么样 AF今天那么重要 我后面就会花一点时间 这个是初步跑出来 我也是不太敢用 药物的治疗 我AF大概分三组 一个有治疗 治疗分两个 一个做电烧 一个做药物治疗 一个是另外一组 完全没治疗 各位请看 我把这两个都加起来算的时候 我们看缺血性中风 没有治疗的19.73% 有服药物治疗的18.46% 差1%有意义 我治疗跟没治疗 如果用这个表比较粗略来看 好像会产生问题 会让它误会 是不是都不吃跟不吃 没什么大的差别 但问题是我跟心脏科医师讨论说 所以你要去检讨 到底这个台湾的治疗的SOP 跟国外是不是有一个 类似个管师的概念 去做完整的照顾 看它AF所治疗的效果 那另外呢 可能在电烧的部分呢 出现了大概有10% 可是心脏科医师跟我讲说 电烧其实还是有 它的一些一部分的问题 那在这个粗略的数字 是不是能够完全呈现事实 我不敢讲 所以我不敢完全把这个资料 最后放到结论里面去 但我主要的要表达一个重点是 健保署或者我们 我叫做任何一个治疗的时候 其实有责任要去 对于这个治疗的效果是如何 应该要花时间去做一个评估 要不然这个资料出来 光表面看我真的有点被吓到 吃药跟不吃药 好像只差1% 好 接下来 第七章呢 其实分很多解都是脑神菌外科医师 所写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从脑中风危险因子到急性医疗 到最后产生出来的 就知道说原来脑中风之后出现 包括他要复健 包括呼吸塞接有肺炎 还有癫痫 还有忧郁 甚至还有失智 所以 所以 所以为什么 台湾面对中风 这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更加给予重视 这也是我 这一次呢 也希望表达的一个重点 所以下面呢 大概几部分呢 都是从 每一个章节里面大概 再录出来说 他们所写的一些重点 我大概就不特别去说明 但是你控他的标题 大概可以知道 中风危险因子 跟他的防治 还有心应性的脑中风 急性医疗 但我刚刚讲过了 目前 如果你在救护车上 有一个仪器可以判别 他到底是阻塞性 还是出血性的脑中风 对于在急诊的治疗就很有帮助 可是问题现在没有 没有的话很麻烦 因为出血的 你要赶快去动刀处理掉 阻塞的你要赶快给他疏通 可是出血的你给他疏通 就更惨了 所以两个是变成相对性的 一个治疗的不同的方式 所以有没有办法 从这生物科技的角度 也类似刚刚讲 导臣无线电 那个心电图无线传输的 是不是可以也同样的一个工具 可以早一点判断 他是阻塞性或者是出血性的 我相信对整个治疗的 整个恢复或者是他后续的照顾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也做了脑中风 紧急医疗 国内外现况比较 国内有没有做这件事 有 急诊有规定 多小时间内 一定要去给他做 紧急的处置 尤其是阻塞性的 要给他赶快打一些 这个血流的疏通剂 其他的一些 有没有这个团队去处理 也有 但是我当时在帮黄伟村医师 在做心脏病的时候 导臣性电图无线传输 困难点不是在那个设备 困难点是医院里面要有那群医师 愿意在医院里面等着病人来 我早一点准备 那个才是困难 医器设备不是困难 这是人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 所以可能针对这部分 没有那个医器设备之下 脑壮风的这个急救团队呢 势必可能要再重新去 按照他们所写出来的 一些状况的建言 来给予最大的协助 那后遗症的部分就太多了 那我想这个 因为写的太多 我也只能让各位知道说 大概的一些标题 他面临的一些问题 也跟黎伟村老师所讲的 我们后面使用长照的一些问题 会产生很大的一个 就是部分的人力会投入在这里 好这个是后期慢性的 还有包括癫痫 失智都来了 那至于刚刚讲的医疗成本 我也请HTA那边协助 目前看起来 我们所有能够使用到的 只有2012年到2019年的一些 心肌梗塞的一个个案 那最后排除掉一些 可能不适用的个案之后 大概5万多个个案的分析 那可以看得出来 我这个健保署很厉害 这个几年来 2012到2019 增加的这个医疗费用不是很多 那终身的部分 只能算这个平均3.5能追踪 看起来是有在增加的部分 但是总的单次费用是没有增加 管控的还不错 还是说医疗越来越进步 使用的效率越来越好 那如果是这个 其他的检查的大概都是分不同的 也有些数字在这里 这我就不特别再特别说 那脑中风的部分 个案数28万 这个数字比较多 那我们看得出来 当次的医疗费用是逐渐在上升 跟刚刚前面的那个心肌梗塞的部分 比较不一样 它是真的很明显的 在有上升的一个情况 终身的医疗费用 也是有上升的情况 这个是初步的一些资料 所显示出来的一些结果 那另外呢 而最后这个脑中医疗成本之外呢 可能要给各位了解到 数字上面看起来其实都 每年的那个整个的个案数字 都不会差太多 但是我最后跑到一个 这个 我主要给各位看这个 这个就很怪了 心房震动的时候 我刚不是说跑了有三个部分吗 一个治疗 一个没治疗 一个用这个电烧的 那看起来这个数字很奇怪 2012年到2013年的时候 数字高得下来 后面只有1呢 那前面怎么这么大 后来他们跟我讲 那是因为前面在申请一些药物的时候 你必须要写上这个诊断呢 才可以使用那个药物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解释到前面这个 王云伟教授在前面的comment的时候 健保的资料是为了申请给付用的 所以你真正要去做很多资料的分析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它存化 甚至要从电子病例里面去捞 所以国家现在有所谓大数据的一个资料的 执行计划 也就是希望一定要用电子病例里面的一些资料 或者检验的资料 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去算出我们所关心的一些议题的真正的 呈现的结果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是一些给付的关系呢 会干扰到你这个疾病的正确性 所以这个特别在这边也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但是我还是关心 这个到底有吃药没吃药 真的是没差别吗 还是我们必须要好好去检讨这AF的治疗 到底数据上的呈现是因为这个data不干净 还是说是确实是如此 我们这个论坛我只能初步这样子一些资料分析出来 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后续就必须要靠所有的主管部门 你要建立一个长期的 从数字呈现大理跨理之外 对于所有的使用的药物的资料 或者其他的方式 现有的制度必须要有一个评估的一个机制 那很重要的长照体系 也谢谢长照师给我们分析的一些资料 我简单一点讲 脑血管跟中风的那个跟心脏病的人 所使用的这个资源 大概看起来心脏的人使用不会少 甚至还多 但是重点是在于他的一些使用的金额呢 倒过来了 所有可能反而比较多了 那另外一点是还有一个东西重点是 这个脑血管的部分呢 他使用的供病或他的急速啊 这个CMS的急速他是比较高的 所以出现的问题就是 刚前面所呈现的一样 中风的人在救治之后 没有死亡所产生的后续的照顾的 确实是高于心脏病这部分的 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呢 为了挑战不讲 我们建议里面我特别是呼吁 可能针对这个事情 我们必须要成立一个国家级的中风的防治中心 或者把前面不管是郭老师 陈老师所讲的 这个所谓NCD的部分 也要有一个统合的单位呢 去整理从资料的建制到最后 治疗效果的判定 到最后预防的改善 大概都是很重要的 我先报告到这边 好 谢谢 主持人还有何教授 那在场的各位专家先进 还有长官大家好 那其实首先就是很感谢主办单位 能够让我们健保署呢 能担任这场次的这个回应单位 那另外就是在整项 刚刚听到何教授的报告 其实我们知道在针对本项议题 不管是招集人还是委员们 其实对这个心血管疾病 还有脑血管疾病 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分析 那不管是从预防到治疗 还有一些评估的指标 那未来也希望这个出版品呢 是能够给公部门 还有一般民众以及临床来使用 所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针对这两个疾病 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资料 那其实就像委员们分析的 就是说那心血管疾病是 威胁国人健康一个重要疾病 那至于脑血管疾病呢 它后续的话病人都会面对一些 不同程度的一些神经的功能障碍 比如说它后续可能会有一些身体障碍 或者行动困难甚至于会失去工作 那也许它会失去它的这个收入 以及它原本的一些社会资源 所以刚刚教授提到就是后续的 长照服务的借鉴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接下来的话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现在目前在公部门在推动一些 相关的计划的一些情形 那其实依据行政院国家发展计划 跟这个卫生福利部的施政目标重点 那在107年呢 卫生福利部就成立了这一个 卫生福利部的心血管疾病的防治策进会 那其中的成员呢 就包括跨部会的 比如说是教育部或者是内政部 及劳动部 那另外的话就是跨我们自己 以及卫生福利部里面的各司署 比如说肇护司 意识司 心口司 那也包括国民健康署 社家署 食药署 以及我们健保署 那就是希望说能够一起来推动 那我们也有推动一个 国家心血管的预防的这个防治计划 那希望就是能够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就是能够以这个实证基础为 这个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 所以其实这一次在做这个全面的分析的话 未来可以做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参考的依据 那未来的话 我们希望是能够提高民众的势能 然后能够营造一个健康的社区跟社会 那让这个所有的这个危险因子能够降低 我想这也是这本书出版的一个目的 那另外就是说 为了要更加强投资国人的健康 让我们健保的这个给付能够加值 那我们也开始推动所谓的健保中长城的改革计划 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整合公共卫生体系 跟我们的健保资源 让我们健保资源跟政策 能够借借的更完善 那让我们的政策的这个执行的效能够提高 也让我们健保支付的这个价值可以提高 也就是说最后能够真的跟政策来扣合 那所以其实在今年度的7月1号 我们就跟国建署一起合作 有推了一个所谓的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 因为老师也提到就是说三高的部分 那在这个防治计划 那我们是希望医食服务机构 他能够尽早去发现所谓的代谢症候群的个案 然后呢藉由这些医食机构人员的这个 这个卫教指引能够引导这些代谢症候群的个案呢 能够改变他的饮食跟他的生活习惯 那这样就可以改善 进而改善他的三高的状况 那另外的话呢也减低他的肥胖程度 那进一步就是能够延缓他这个 这个慢性病的发生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度新推动的一个计划 那希望未来呢能够在慢性病防治 能够更往前一步 那另外的话 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远距医疗的部分 那其实配合这个卫生福利部 偏远地区远距医疗的建制计划 也就是说这个计划呢 意思是他们会针对偏远地区的这些医疗院所 去补助他们的这个 补助他们建制这个加密的这个传输网路 以及他的电脑系统 也就是硬体设施 那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它纳到我们这个健保的 这一个远距医疗的这个给付的计划里面 也就是说他们未来他们的会诊的 提供会诊服务呢 会有健保的给付 那希望这样子的计划相辅相成 能够让这个偏乡的地方 能够远距医疗能够做得起来 那所以其实111年呢 我们已经开放了包括急诊的8个科别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把14个急重症的网络 也把它纳进来了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今年度的话 在急重症的网络呢 都已经可以开始加入我们的 这个会诊远距的这个计划了 那目前的话就是只有4个急重症的网络 来跟我们申请 因为这个计划虽然出去了 还是需要医疗机构来跟我们申请 然后经过我们的核准以后才可以给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未来可以希望我们14个急重症的网络 都可以加入 那未来的话就是不管是资料传输 还是远距的这一个互相的会诊 都能够更进一步 那其实我们健保署都是持续在 持续在征修有关于心血管方面的 这些支付项目啦 其实这是我们的重点 那我们也一直在争取经费 希望能够针对急重难的这些支付项目 能够提升啊 能够改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医疗现场 这些人都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的目标呢 我们都是希望在这些支付项目的调整 都是能够尊重医疗 医疗单位的这些意愿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是能够符合 我们实际上的这些医疗现场的需要 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提供医疗服务的这个医疗机构 还是我们的民众得利啦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HTAHTR啦 也就是那个医疗科技的这个评估 其实我们现在健保署针对一些新科技 或者是一些疗效不确定 那或者是一些对我们的这个健保的这个财务冲击 比较大的这些项目 我们都会去做这个评估 那未来的话就送到我们的专家咨询委员会 可以让专家能够做一个更 更理性的一个判断啦 就说有一些实证能够让他们来做 那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 未来希望我们健保除了给付以外 也能够看看成效 那所以我们也慢慢在推动这一个医疗科技的再评估 也就是针对一些可能是我们健保站的分量比较大 或者是对民众影响比较大的项目 我们适着来做一个再评估 看看到底最后他这个实际的效果如何啦 我想这个我们会一直在精进 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支付标准调整呢 除了我们健保健保署之外 还有很多人要达成共识 比如说像专家学者啊付费者啊被保险人 以及这个医事服务提供的代表 都要一起大家在共理会议里面达成共识 所以就很感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产品 这个出版品啦 那我想就是要不停的去倡议 然后才能够让大家一起达到共识 那再次谢谢老师带着这些委员 能够提供我们这些台湾比如说这些心血管 或者是脑血管疾病 现在目前执行的状况 那我想提出来的建言 我们公部门一定会滚动式的检讨 然后不断精进 大概以上的回应 谢谢 谢谢何教授花那么多时间和花那么多的努力 写成这一本剧作 我们大家都盼望着 也谢谢那个专门委员的comment 来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